人得爱人 爱人一定自爱啊 人不自爱 他怎么会爱人 我们想想 现在的人自爱吗 我能自爱吗 不想别人先说我 我能自爱吗 如果真的自爱 决定不会违背信的 那自爱啊 违背信的不自爱啊 老祖宗传给我们的信德 是无能 无常 四为八德 自爱的人 一定遵守 一定不会违背 佛菩萨告诉我们 基本的德行 是舍山 三归五界 六度六合 我们能做到吗 不做到不自爱啊 因为这是信德 你真正做到了 是法里头 你是圣人 是仙人 佛法里面 你是佛 你是菩萨 我们没有去做 所以我们的信 不是真心 这个信 有名无实 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 要清楚 要明了 然后才能够忏悔 才能够改过 才能够真的把信心召回来 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反省 不知道改过 永远错到底 还以为自己不错呢 以为自己真的行 行为道运功德母 张扬一切 筑山根 华言根 大制度论上说的 华言称为大经 大制度论称为大论 一般讲大经大论 是讲正念不经 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大经 华言是一大藏的大经 今天 我们要奠定我们的信心 信心从哪里做起呢 就整个 要从地自规下说 要从感应篇下说 从石山业造下说 这是如舍道的三个梗 这三个梗没有啊 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要恢复自己的信心 必须坚实 扎下三个梗 我们的信心就去除了 相信自己本来是福 相信自己本心本善 我爱自己 我要把自己的信德统统找回来 说我爱自己 自己的信德完全丢失掉了 丢尽了 那个爱是假的 连什么叫做爱都不同 那个爱是感情的 里头没有丝毫智慧 那个爱是不稳定的 真诚的爱是永恒的 是坚实的 永远不会改变的 佛法里面讲慈悲 诸佛如来 对一切众生的慈悲 永恒不变 即使造作五逆食物 多阿比地狱 也不会改变 这叫真定爱 真有自爱 佛在经上所说的 这些教会 他们全都做到了 没有丝毫违反 这叫真正懂得自爱 而后才能爱人